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当我见到她的时候 却发现她心态非常年轻 并且她是个很风趣的男人 甚至还懂得如何讨女孩开心 其实最开始 当我看完小说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而当看到剧本的时候 对我来说 最有挑战欲望的一个场景是 我作为佣人需要阻止那个太太前去看望她的情人 在拍摄的时候 那是一个长镜头 而且只拍了一次 所以非常有挑战性 是的 非常难 因为那个时代的确非常的久远 并且 不仅仅是我 对于宋龙子他们也是挑战 所以我一直在看一些老电影 看一些关于那个时候的纪录片 书籍 然后尽力地去模仿 在之前 我只是从学校里知道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 但是在拍摄之前 我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去找资料 看书 从而理解得很透彻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从电影里学到了很多 其实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而比它更重要的是你想要了解历史的那种欲望 导演在这部电影里 描绘了战争对于家庭的影响 其实 想要告诫当下的年轻人那段历史 并且用了一种非常让人接受的方法 我觉得学习这些历史非常重要 只有尊重历史 你才能对现在的生活有新的看法 所以 看待过去非常重要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现在人们对待家庭的感觉已经非常表面化了 以前来说 回到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与家人相处一起吃饭 而现在 大家常常飘在外面 对家的感觉都不重了 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 对我来说 在家吃饭 与家人在一起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而对于爱情来说 以前大部分都是相亲 人们对自己的爱情主动选择权很少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大家都能自由恋爱 而对于我来说 我并没有很丰富的经验 在那小小小的家中 关闭了我的秘密 这一赛